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我們首先敬禮傳承祖師 遼民和尚 撒家正空喪師 十六四大法皇喀瑪巴 圖登大吉喪師 敬禮譚成三寶 敬禮父母祖尊 師命空行母 仙東媽 師母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唐主 各位同盟 還有網路上的同盟 今天我們的貴賓是 中國中 中委會會計師 特莉莎師姐 中國中 中委會法律顧問 周慧芳律師 吉宮 中天電視台 給你點上新燈 節目製作人 徐雅琪師姐 周恆醫師 張敬耀醫師 還有一眼地來了 很多的同盟 跟來參加儀會的所有同盟 大家為自己鼓掌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的這個附魔是十面空行母 應該先介紹這個下禮拜的附魔 下禮拜天是9月22日 下午3點PM 附魔主尊是十人金剛 那差不多介紹完了 因為十人金剛已經講了很多了 這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在密教裡面 四個教派通通都共同遵從的 十人金剛也是很尊貴的 那大家都曉得 十人金剛的修行 已經受十人金剛灌頂的非常的多 那麼現在目前弘揚十人金剛的 在世界上弘揚十人金剛的 也沒有幾個 大部分都是大佛佛 大佛佛才有 在法人方面來講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一個 也許有別人嘛 也許有別人 我不知道 那麼今天我們是 本尊呢 父母本尊是四面空行母 這一尊是靈馬派三大護法之一 這一尊叫仙東媽 仙東媽就是四面空行母 然後還有一吉佛母 就是阿松媽 阿松媽是一吉佛母 一個是拉夫拉 靈馬派三大護法 四面空行母是排第一個 那麼四面空行母 不只在這靈馬派裡面 是第一大護法 它幾乎是第一大的空行母 那麼它的根源呢 也就是薄葉佛母 它的法身就是薄葉佛母 暴身就是土折帕母 硬身就是四面空行母 它的硬身就是四面空行母 那四面空行母啊 曾經呢幫助蓮華生大士 在跟這個五百外道 鬥法的時候啊 那個時候四面空行母下降 教蓮華生大士 一個四面空行母的菲哲咒 那菲哲咒一教呢 這個蓮華生大士一念 四面空行母的菲哲咒 也就是把所有外道所思的法 全部返給他們 他們就變成自作自受 他們做了法 反而傷了自己 不做法還好 不做法沒有什麼傷害 一做法反而傷了自己 這就是菲哲咒 把人家的咒 把它 再碰一下再給它碰回去 這個就是菲哲咒 那麼菲哲咒很厲害 一下子就把五百外道 全部給它殲滅掉 那天發生大事 就因為四面空行母 我上個禮拜 介紹四面空行母 沒有講那麼偉大 今天講才講它的偉大 為什麼呢 因為讓你們啊 了解到四面空行母的偉大 在哪裡 很簡單啊 這世界上啊 最凶猛的動物是什麼 就是獅子啊 獅子是最凶猛的 我們常常講一個笑話嘛 說這個非洲的土人 為什麼他們 馬拉松賽跑 為什麼都跑第一啊 因為他小時候 就經常被獅子追 所以他跑得很快 一定會跑第一的 獅子是很兇猛的 跑得很快的 也講了一個笑話 有人說 欸 我跟這個太太辭別 去渡假到非洲去打老虎 非洲去打老虎 非洲根本沒有老虎 非洲只有獅子 你們知道 你如果跟太太講說 我到非洲去打老虎 我說沒有 非洲沒有老虎 非洲只有獅子 獅子是最兇猛的 所以這一尊顯化成為獅面 空行母 表示他 本身是最兇猛的空行母 是最兇猛的護法 你這一尊修成 沒有人敢對你什麼嚇什麼槓頭 你們大家一天到晚說 哎唷我可能被嚇槓頭 我可能中了別人的咒 我可能被人家這個好像是說 師的暗算 這一尊啊 你一念非洲之後 什麼槓頭都沒有了 所以今天這個主棋的比較少 所以我才講 講得大聲一點 講得大聲一點 讓你們啊 回去抱著枕頭啊 這樣 這一尊沒有做主棋 那你們以後中了槓頭 你不要來求我 求我你們 你們趕快 築起這一尊 受這一尊的灌點 這個好好的 這個跟這一尊結言 都好的現象 什麼槓頭也沒有啊 人家給你施什麼咒 你念一下回這咒 那個人就完蛋了 那個人給你做法 讓你兩隻腳去掰咒 兩隻腳去掰咒 你念一下回這咒 他馬上從床上掉下來就掰咒了 這很厲害的 他手上有兩個靶 什麼叫做 我們小時候的 那個 那個靶 那一種 把那個 把那個燕笛 關在那個靶裡面 這樣 創他幾下 他耳朵都聾了 再創幾下 就七孔流血 他有這種威猛的力量 所以稱為第一兄們的空心 你們都沒有足跡 非常好 回去了嗎 大哭一場吧 他的這個手印啊 他的這個手印啊 就是內 先內伯 然後豎起大拇指 中指跟尾指 內伯印 這個大拇指 中指跟這個尾指 像一個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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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他的手印 那麼他的這個 咒語呢 他的咒語是這個咒語 他的回舟咒 我以前講過 回舟咒怎麼念 我以前有 稍微有提到過 知道的就知道 不知道的就不知道 因為那是要密傳 必密的傳 必密的傳 這回舟咒是屬於密傳的回舟咒 因為回舟咒太厲害了 你只要在這個 符的旁邊啊 很大聲的念這個回舟咒 那麽符裡面的龍王都會死掉 所以念這個咒 不要在水邊念 不要在湖邊念 不要在海邊念 不能念這個咒 也就是說 念這個咒的時候啊 你念 四面空行母的咒 最好是陌生 不要出聲音 不出聲音的念這個咒 或者念小聲一點 念大聲一點 都會傷 都有傷害 都有傷害 就傷害到對方 都會傷害到對方的 那麽有咒 有祖 有祂的像 有祂的像 有祂的像在這裏 有所印 就成為四面空行母的 這個本尊 這個修習法 祂本身啊 的念誦法 祂的念誦法 祂的念誦法 那這個已經有了 這個 中委會已經有了這個 有了這個本尊的念誦法 都有了 那獅子是最兇猛的 任何一種精靈看到獅子 也都是逃的 那獅子是最兇猛的 任何一種動物看到 這個獅面空行母 也都是逃的 所以威猛的一尊空行母 他的印叫做必勝獅王印 一定會勝利的獅王印 我只聽過這個吳松打虎 沒有聽過說吳松打獅子 所以獅子還是比老虎還厲害 這是介紹這個十面空行母 那我們今天再講這個大閻蠻法 大閻蠻法呢 我們平時在任何一個本尊 我們都要不坦承 好像我們家裡都有坦承 修大閻蠻法 你只要修在修觀光的時候 看那個光的時候 或者修明心見性的時候 其實是不用坦承 修側切 修talk都不用坦承 我們可以講 密教裡面幾乎所有的法都要坦承 但你修這個大閻蠻法 修側切跟talk不用坦承 不用坦承 為什麼不用坦承 因為沒有坦承的必要 因為你自己的身體就是坦承 我講過你自身就是坦承 如果你需要真的要大閻蠻法 需要坦承的話 你就釣一個這個靈馬派的 靈馬派的這個歸一樹 釋迦摩尼佛在中 不是 是蓮華僧大師在中間 上面是大閻蠻法歷代的祖師 然後釋迦摩尼佛在前面 十六大阿羅漢 五百羅漢在周邊 那這邊有他的這個 文之勢力菩薩為首 這邊以這個蛇利佛為首的 十六的大羅漢 這邊有十六大羅漢 這邊有這個文之勢力為首的 那後面有所有大閻蠻的經典 底下有所有的復法跟空行 那一種歸一樹 一種歸一樹你把它現掛起來 也就是大閻蠻的坦承 以蓮華僧大師為中間的 靈馬派的歸一樹 就是大閻蠻的一個坦承 你不用坦承 你也可以 所以它的特點說 你不用準備坦承 因為你自己本身 就是這個行者本身就是坦承 有那一種力量存在 自身就是坦承了 那不要弄錯了 這個有時候也會有錯的 一個錯誤的笑話 這個老公老婆在床上睡覺 老公打了一個噴嚏 噴了一個老婆的一個臉 臉上都是噴嚏 老婆講 如果再有這種情況的時候 提早說一聲 過了一會兒 老公大聲地講 預備 這老婆接到通知以後 他趕快抖進棉被裡面 結果老公卻放了一個屁 不是從上面放 就是從下面放 這個是兩個通道 大圓滿法裡面 不用坦承 因為你身體就是坦承 坦承是怎麼布的 這裡呢 是必如這那佛 在眉心 有必如這那佛 在你的喉嚨 有這個阿彌陀佛 在你的心 他有這個阿彌陀佛 在你的忌輪 有保身佛 在你的密輪 有不空成就佛 這五佛都在你身上 其他還有更多的 諸尊 可以講你全身都布滿了諸尊 你身體就是坦承 供養怎麼辦呢 那還要做什麼說什麼供養 你吃飯就是供養 你 你 麻干那四 麻干那四 就是供養 吃飯 麻干那四 吃飯 吃飯 Blockfast, Lunch, Dinner, Bedtime 你吃宵夜, Bedtime的时候吃宵夜 都是在供养 你供养你自己的身体就是等于供养所有的佛菩萨 就是这样子 大圆满法,其实也没有做什么供养 它有三个姿势来修光光的 一个像的姿势,像,像,大像的姿势 蹲着,手放这样,大像的姿势 一个是狮子的姿势 两只脚,两个脚心相合,乘一个三角形 两只手,顶在土地上,顶在座位上 那就像一个狮子座 你狮子本身的做事,就是两只手放这样 那两只脚相合 那就是狮子座 另外一个仙人座,仙人座像乞丐 仙人也是乞丐 为什么仙人是乞丐 因为成仙啊,怎么做都行啊 就是有点像这个,明日日八的那个六照印 有点像明日日八的六照印 但是两只脚合起来,贴在胸前 贴在胸前就可以 那两只手抱着,抱着两只这个 两个膝盖,贴在胸前 这个叫仙人座 用这三个做法,去看光,去看光 那将来会教大家 你用什么做,去看什么样子的光 用哪一个做,去看哪样子的光 自身就是坦诚 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坦诚 你在看光的时候还需要什么坦诚吗 不用的 师尊本身昨天晚上在这个雷上是讲 师尊有看光 那么看到最后还看什么光 还看电影 什么叫看电影啊 你不是要买票到电影宴看电影吗 不,不是的 我要看哪一位弟子在做什么 我就躺在床上 躺着 棉被盖到这里就好 棉被盖到这里,眼睛闭起来 你念头转到那个弟子的平地 马上眼前就出现一个荧幕 那个弟子在做什么 你就可以看到他在做什么 一直看着他在做什么 以后呢,这个方法我不做了 我说为什么呢 看了太多丑闻 看了太多丑闻 我觉得这样不好 为什么呢 影响我啊,影响我自己啊 我晚上要睡觉 我要看那些弟子在做什么 我那些宝贝弟子 他不知道在干什么事情 只有我眼睛一看 啊,萤幕出来 原来他是在做那个事情 天啊 惨叫一声我就睡不着了 我就睡不着了 我怎么办啊 我失眠啊 老是这样失眠没有办 也不对啊 干脆不看 我跟他讲 跟所有的佛菩萨讲 你们不要再放电影给我看 你让我看电影 我觉得不好 好像有什么人做什么事 什么人做什么事 他都放电影给我看 我说不用啦 我不要看这个啦 反正一句话 眼不见为净 你眼睛不看到了 所有人都是清静的 都是佛菩萨 你眼睛看到了 原来都是非常yuck 一回到家里 平时在我面前他都不怎么样 一回到家里 就叮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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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一直放屁啊 放个不停啊 然后手又抠鼻子 还有些人早上起来啊 好恐怖喔 那个形象好恐怖喔 哇 但是他可玩啊 早上一可玩啊 来的时候 满脸的那个 奇怪啊 没有人的时候 他就拼命这样 哇 还有更恐怖的形象 让你数不清的 看不完了 看啊 就失眠了 那何必看呢 不如不看 有时候啊 我也可以读报 看官可以看到读报啊 我昨天晚上讲呢 他拿报纸先给我看 有什么重大的信息 报纸上先给我看 有几个标题先给我看一下 你要看小字 也可以看到那个小字 眼睛闭起来看到 那个整个都浮现出来 字啊 什么东西都显现出来 读报啊 以前我都可以做得到 现在呢 跟他们讲 老夫不干了 你老是把那个坏消息给我看 好消息你不 你不报 专门报那个坏消息给我看 我看啊 自己就伤心 就烦恼 就起烦恼 眼不见为尽 你们都不要告诉我 时到再说 时候到来 就是这样了 你先让我看有什么用呢 不如不看 不如不听 不如不讲 什么烦恼也没有 你眼睛看啊 耳朵听啊 这个嘴巴讲啊 都是不干净的 所以先知好吗 先知啊 事先事情都让你知道 你以为 我当先知好好 我都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可以一言 我可以怎么样 先知才不好 为什么要当先知 当一个正觉者就好 你有正正的觉悟 你不要看你的未来 也不要看人家的过去 也不要看人家的未来 我就是现在看到的就是 正觉就好 真的 你如果真的有这个 好像说第三眼啊 第四眼 第五眼 第六眼 第七眼 全身通通都是眼 也不一定好 但是你如果修自己的 你不要看外面的 是可以 你看外面的 绝对不是好看的 你有他心通 走走走 遇到一个人 你马上知道 他心里在骂你 他表面上 嘿嘿嘿 此内心他在骂你啊 你他心通 你感觉到 接受到 他在骂你 那他骂你 你为什么要知道 你不如不知道 反而舒服啊 你听到他骂你 你反而不舒服啊 他心通有什么好 也实在是不好 知道每一个人的心里 有几个人对你好的 你知道世界上的人啊 没有几个人对你好 对你坏得多得很 对你好的很少 你活在痛苦之中啊 他心通有什么好 神通有什么好处 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自己通就好 自己管理自己就好 你自己降服自己就好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 让这个我们自己的五毒啊 变成五种智慧 贪 贪 惩 之 宜慢 这种五毒啊 可以把它变成五种智慧 五种大的智慧 变成五智 五智 那么修这个大圆满法的 自然把五毒给它转化 五毒全部转化 五毒全部转化 就变成好 刚刚我在做供养的时候啊 像我们做供养的时候 有供养这个黑的黑芝麻 黑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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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拿起来 我就这样子供养 很多的黑芝麻 然后黑芝麻给它烧化掉 变成火 把黑芝麻烧化掉 就是把你的恶业全部消除 把我们的恶业 我们身体累世的恶业 全部给它消除掉 我们供养有白芝麻 白芝麻是做什么用的 就是让我们的善业能够增长 多是做的都是善事 然后那个蜜啊 烹蜜有什么作用 就是把世间上所有的苦啊 全部改成甜蜜 变成甜 苦就变成甜 苦就变成甜 那你还有供这个 这个檀香啊 檀香粉啊 檀香粉就是来庄严佛果 让佛果庄严 你还有供种子啊 那种子是做什么用的 种子就叫你果味增长 让你的果味啊 因为你供养种子 所以你的果味就是真上 你本来是中品中生的 可以变成上品下生 上品中生 上品上生 叫果味增长 那还供什么 茶叶 供茶叶是增加我们的资粮 那是水 茶叶就等于代表着水 就增加我们的钱财 那请增加我们的资粮 让我们的资粮济足 这是供茶叶 还有呢 供油 就是让我们的光明无尽 让我们将来的光明无尽 心中有光明 贪疼之欲慢 全部消除 我们供养这些东西啊 是反过来 把五毒啊 变成五种智慧 我们心里有亮光 你就没有猜疑 没有疑念 你有疑念 表示你心中还有黑暗 你供灯 就是让你的心胸开阔 光明无尽 像我们有时候供灯 就代表小孩子将来读书 光明无尽 每一次考试都第一名 它的意义存在啊 悟读悟 化为悟 五种智慧 佛本身就有五种智慧 是这样子给它转化的 我们的供养也是在转化 也是在帮助我们转化 我们看到这个佛 看到佛土 大部分都是死后才看到的 修行人很多修闲的 修密的 也都是到中阴的时候 你才会出现佛出来 你平时一直在念祂 念祂的咒 你都看不到啊 很多人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看不到 但是你到中阴的时候啊 也就是你变成灵魂的时候 你快要死的时候 它就来 它就出现 这个就是说 这个人啊 要到临终的时候 才能够看见你平时修行的功力 你一直念着 就是说 奥阿弥陀佛 观想着阿弥陀佛 然后我们一直 每天在绕佛 ederezor 間ポービ陀佛 blocking Florer 阿弥陀佛 南無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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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我們常常在念佛 以前我念的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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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在稱他那名 我意念在觀想 整個西空化為一尊阿弥陀佛 你知道我每天绕佛的時候 我嘴巴念著佛號 我眼睛看到的就是一尊西空中的阿弥陀佛 你修大圆反法的生前你就看見了 不用死後才看見 有些人沒有辦法他死後才能夠看見 因為你沒有修看光 所以你一定要 死後才能夠 你的光出來 看到他的光 你的眼出來看到他的眼 就是這樣子 所以 修大圆反法 不用死後才看到佛 你生前你就看到的佛 這裡有個笑話 這裡有個笑話 有一天 有一隻黑色的狗跟小白兔 在草叢裡面 在草叢裡面 在鋪 就是大便 黑狗跟小白兔 黑狗跟小白兔一起在草叢裡面大便 一股叢 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人死後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死前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學佛的人 你學大也滿法 你在生前能夠看到光 這光聚集起來 就變成一尊阿彌陀佛嗎 我每個晚上 師尊跟大家繞佛 吃完飯 刷完牙 下來 做個禮拜 出來就開始繞佛 繞佛你不要看我在 繞佛跟大家這樣子在念 我一樣在念佛 但是我眼睛看著虚空 西空就有一尊阿彌陀佛在那裡 是泛生 也就是他便不是實體的 不是實體的阿彌陀佛 而是他泛化出來的阿彌陀佛 他有他的輪格 有他的形象 有他的眼睛 有他的肉脊 有他的五官 有他的身 胸前有一個萬字 然後他的手拿著 這個金色的臉台 一隻手是 在度化眾生的給遺印 這樣子出來一尊阿彌陀佛 在虚空之中 我一面走一面念 一面看他 一面走一面念 然後他就降到我的身上 降到我的身上 我全身就有感覺 那一種佛光鑄造 佛進入到你的那一種感覺 就有結照出來 就有那種結受出來 念佛要念成這個樣子 你就差不多成功了 你生前你就看到了 不用到死後你才看到 你死後要看佛 說不定也蠻困難 因為你嘴巴在念佛 心裡在想老婆 嘴巴是南無阿彌陀佛 心裡想的是家裡的老婆 那怎麼辦 那沒辦法 妄念雜灰 你到臨終的時候 你還妄念雜灰 你連佛都看不到 你死了連佛都看不到 你知道啊 六道輪回去了 念佛的時候精神集中 你可以觀想佛 可以嘴巴念佛 意念在佛 口中念佛 也觀想佛 這樣子不是很 這個就是念佛的可覺 真正念佛的可覺 所以生前你就可以看到佛 你真的修行有功夫 生前你就看得到佛 不用死後才看到佛 大爺滿法能夠這樣子 有這樣子的能力啊 這裡又是一個狗的笑話 Dog 怎麼那麼多的狗的笑話 阿龍正要過馬路 等紅燈的時候 他看到一個蝦子 帶著他的導盲拳 也要過馬路 沒想到在立燈的時候啊 那隻狗不但沒有帶他的主人 過馬路 還在他主人的褲子上尿尿 但是那個蝦子卻伸手 伸手進入他的口袋裡面 拿了一片餅乾給那個狗吃 阿龍很驚訝的跟那個蝦子講 如果那是我的狗 我一定會踢他的屁股 蝦子很鎮定的回答 是啊 我是要踢他 但是我必須要先找到他的頭 這個蝦子是看不見的 但是他有方法拿他的餅乾給狗吃 他就知道狗頭在哪裡 他就知道如何踢他 如何踢他 這個也是蝦子雖然看不到狗 但也知道狗在哪裡 狗頭在哪裡 狗屁股在哪裡 狗身子在哪裡 他就馬上知道 這是一個方法 所以我教大家念佛 就是說 你念佛雖然看不到佛 但是你可以用意念觀想佛在你的面前 你可以念他的佛號 你可以想念佛 你就不會胡思亂想 你因為你 像我來講 我看著佛 我不會胡思亂想 那你如果不看著佛 那你就會胡思亂想 就妄念紛飛 那嘴巴雖然念著佛 其實你根本沒有想到佛 那這一點很重要 這一點很重要 就教你一個方法 你必須要這樣子去看 看佛 你觀想佛 你必須要這樣子去念佛 你的意念上 你就有佛的形象在裡面 印在你腦海 如此的慢慢的善業增長 一直在增長你的善業 將來你死後 你一定看到佛出現 不然呢 你可以練習這個talk 你看到光 光出現 那更好 其實大閻滿法的修行 它快不快 它是真的快 真的快 所以它大閻滿法 避黑觀 也有七日成佛法 也有七日成佛法 你避黑觀 有七日成佛法 但不是每七日就一定會成功 好像是說 我知道大閻滿法有避黑觀的方法 可以七日成佛 那麼我進去 那個 就避黑觀 只用一盞燈 所有的那個門窗 就裡面變成暗的 觀在裡面 七天只看著那一盞燈 只觀察那一盞燈 把那個燈移到自己裡面來 讓自己變成那一盞燈 就發出光出來 這個七日成佛法 也不一定每一個人都能夠修成 但是確實有七日成佛法 七日成佛法 是最快的密法 最快的密法 一般的密法都比較慢 一般的密法都比較慢 要相應 要懂得相應 要藉著本尊的言去相應 你相應的本尊 本尊就隨時在你周圍 那個talk的法是 你看著光 七天裡面你都看著那個光 燈光是燈光 只有一盞燈光 你看著光 看到最後滿世都是光 看到你自己身體也都是光 你那個時候就通生視野 你全身都是眼睛 你都可以看得見 那個很容易的 也就是最快的法 不會那麼慢 那麼我們修本尊法 很多人 今天很多的上司修本尊法 很多的法師也修本尊法 教授師也修本尊法 很多人修本尊法 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相應的還是有 連上司相應都沒有的還是有 只要還沒有上司相應的 那麼他都還是會退道性 只要本尊法上司法上司相應 相應了 這個人就絕對不會退道性 本尊法相應了也不會退道性 因為你已經接受到師尊 常常給你灌頂給你加持 你道心越來越堅固 怎麼會退道心 如果你已經修到本尊跟你相應了 像師尊一樣 本尊跟我相應了 我招勤本尊 本尊隨時都到啊 那為什麼還會退道心呢 那不可能退道心嘛 退無可退啊 我講說退無可退啊 我退到後面 也是我本尊在後面 我走到前面 本尊也在前面 我走到右邊 本尊就在右邊 走到左邊 本尊也在左邊 我到哪裡去 本尊就跟到哪裡啊 這樣子你怎麼會退道心呢 退道心的就是說 根本就沒有相應 那就是假的啦 如果你當上師沒有跟本尊相應 那你還是假的啊 你不是真的啊 你當法師沒有跟本尊相應 你也是假的啊 你不是真的法師啊 很簡單的這個道理 大家都可以很清楚看得出來 哪一個人退道心 他一定是假的 真的他不可能退了 因為怎麼樣 一祈禱就有啦 一招勤就有啦 一想念就有啦 怎麼會退呢 退無可退啊 我就是被人家罵死啦 我退也無可退啊 對不對 那我想 我常常講一個笑話 說我一百個盧聖宴 如果被人家這樣子罵 一百個盧聖宴 自殺都不夠 因為一百個盧聖宴自殺都不夠 所以乾脆就不自殺 這是我講的 罵你的太多了 那人家罵了一個你就自殺了 像我們澎湖的同鄉 我祖父從福建先移民到澎湖 先移到澎湖 再從澎湖移到嘉義 所以我澎湖也有根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澎湖 因為我們是澎湖 西夷小直角人 配偶 塞俗 修底角 那是以前我們的主 主處在那裡 我祖父還沒有移到嘉義來 我也是澎湖人 澎湖有一個這個 也是很有錢的人叫白文正 白文正 他被一周刊這樣子一罵了一下 哇 他就去回到自己的故鄉澎湖 最美麗的澎湖大橋 這個跳海自殺 他被罵一次他就跳海自殺 我被人家罵了那麼多次 我應該一百個盧森宴跳海自殺吧 回到澎湖大橋去跳海自殺 因為沒有一百個盧森宴 乾脆就不跳了 不跳 活得更快樂 你跳了 剛好中計啊 他就希望你死 你還跟著 他本來他罵你就是希望你趕快完蛋 對不對 你真的完蛋了 讓他心裡更爽 你以為你死了就能夠表示你清白 你還是不清白 跳到黃河都洗不清 有什麼用呢 所以自殺有什麼用呢 千萬不要自殺 要磨嘛 大家慢慢來磨 反正我一個盧森宴就可以了 我會很快樂過日 你們怎麼磨我再怎麼磨啊 你知道地獄有一種磨是很厲害的 那個金剛啊 金剛在你頭上磨啊 什麼叫金剛 那個力刀啊 力刀啊 很力很力的刀子 慢慢地把你的頭殼 慢慢一層一層給你磨 一直給你磨 磨到你痛得要死 也有這種 這種地獄啊 把你磨得很慘 這個 這個 剛來了 不要緊了 讓他磨吧 因為我們也是金剛 他們是金剛 我們也是金剛啊 越磨就越亮 你看 老天也有回應啊 對不對 他們講說 Yes Yes 不到 這個法呢 不但可以親見佛 還可以親見佛圖 因為光顯現 什麼就通通都顯現 沒有東西不顯現的佛圖 佛國薩圖全部顯現 所有佛都顯現 佛國薩圖也全部顯現了 你看啊 那個 都講了一隻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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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鹽分了 鹽 鹽分 有一隻黑猩猩 不小心踩到了 腸背炎拉的大便 這個腸背炎很溫柔很細心的 幫它擦洗乾淨 這個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 腸背炎拉的大便 這個腸背炎就很溫柔很細心的 幫它擦乾淨 然後他們 反而互相的相愛 那別人就問 欸 你黑猩猩跟腸背炎 是怎麼走在一起的 黑猩猩感嘆的講 哎呀 鹽分啊 鹽分啊 都是鹽分啊 蛤 PH 꼘 常被炎的分啊 這是老天跟我相應的鹽分 天跟我相應的鹽分 真的是鹽分 今天我跟姚之金母有缘分 姚之金母跟我相应 我跟阿弥陀佛有缘分 就跟阿弥陀佛相应 我跟地藏王菩萨有缘分 就跟地藏王菩萨相应 那还怕什么呢 你不用怕 做任何事情 你都有本尊 都有佛 都有父法 那你怕什么呢 你什么都不用恐惧 无畏 你修大爷满法 你亮起来 一切 都有佛菩萨在你的四周 你做任何事 全部通通都是相应 这个不是很好吗 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都是有本尊在一起的 你做什么事 都有佛菩萨在西空中看着你 这个就是修行 大爷满法的功德跟它的益处 就是在这里 你可以看见光明 那么也是最快的成佛方法 你也可以亲自看到 马哈双年词 看到东方的流离光世界 看到西方的极乐世界 看到这个所有的严满的佛土的境界 所有佛土都出现在你面前 你都可以看到 这个不是骗人的 这个不是欺骗 不能用骗人的方法去骗人 你有相应就有相应 没有相应就没有相应 骗人的 骗不来的 骗不来的 你有相应 你绝对不会退道性 你没有相应 你就是骗人的 你就一定会退道性 有一天小明看见小华 拿着一面镜子站在湖边 他的镜子照着湖 小明就问小华你在那里做什么 小华说我在钓椅 小明问用镜子可以钓椅吗 小华讲对啊 这是一个新的钓椅法 沸发大财的 小明就讲说 你能够把这个方法告诉我吗 这个小华讲 能 你给我一百块钱 我就告诉你 这个小明就乖乖地 付了一百块钱给小华 小华讲 好 方法是这样的 你把镜子对着水面 那个光照到镜子 镜子光照到了鱼 那么鱼呢 看到了 有这个很大的光进来 鱼就被吓昏了 你就可以把鱼捞起来 这个小华就讲 小明就讲 胡说八道 这样怎么可能钓得到鱼呢 你钓到几条了 这个小华就讲 今天你是第五条 这是骗人嘛 对不对 用镜子可以钓鱼 这是骗人啊 这不行了 什么字形都要真的 不能用假的 镜子照鱼 鱼会头晕吗 但是有一个人 他用手去抓鱼 抓虾 这个鱼跟虾子都会脱晕 怪得很喔 你相信不相信 那个老大有来吗 连火上司啊 他跟我 我们还没有移民到美国来的时候啊 我们两个人 好几个人啊 到那个头边坑啊 大坑啊 头边坑 头边坑 那个河里面去游泳 连火上司啊 他的手啊 只要伸到那个虾子旁边啊 虾子就安静下来 他不会跑 他一抓就可以抓得到 而且那个鱼啊 在那边游啊 他的手只要生气抓鱼 那个鱼也会头晕 就给他抓了 他有这种本领啊 问他 为什么有这种本领 他说他断掌 有断掌喔 他的手是断掌 断掌他有产生一种力量出来 产生一种力量出来 他只要摸那一只虾子 那个虾子就乖乖的 头晕 就给他抓走 有这种事情 但是用镜子去照鱼 鱼会头晕 晕倒 就让你浮起来 让你抓 没有这回事了 不要乱信 这又是一个笑话 有一个叫妮妮 妮妮 我们称那个曾雅妮 也称为妮妮 他们也叫她妮妮 这个妮妮有一天跑去动物园喂猴子 将这个花生丢给猴子吃 但其中有一只猴子 每次都会先把花生塞进屁股 塞进屁股 然后再拿出来吃 这个妮妮就觉得这个猴子很恶心 他就去问管理员 那一只猴子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挤动 管理员就解释 因为去年有人丢了一个大桃子给他吃 结果那一颗大桃子的纸 土阿姬太大了 无法从屁股顺利的排出来 结果把他害惨 所以他现在一定要把食物先塞进屁股凉凉看 确定可以拉出来才敢吃 其实这没有什么道理 没有什么道理 不过跟相应也有关系 跟相应有关系 你相应了 什么都可以 你不相应了 什么都不行 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修到相应 这是最重要的 这个太太问先生 你最近睡觉常说梦话 而且都是在抱怨我 都是在骂我 先生问 你确定那是梦话吗 你确定那是梦话吗 真的相应 不是梦话 我妈的便宜好 我妈的便宜好